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帮妈妈准备的电子锅 电子锅是每天都要吃饭 因为妈妈上班她压力很大 然后又要照顾我和妹妹 拍影机已经坏掉 然后会漏水 然后过滤不干净 最近天气变冷了 我想要让阿嬷喝热的 我现在必须很残忍地跟你说 你只能选其中的一样 不用考虑了 我想要让她拿着这个枕头 可以想着我和妹妹 可爱的脸 然后开心地睡着 我可能会选电子锅 但是你选了十元份的电子锅 可以吃比较久 就是可以省一点电 我没有挨 我要让阿嬷喝健康的水 2016寒冬送暖 所有最触动你心的暴累情节 原来台湾最美的不是风景 是这些孩子满满的孝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